全國2020年人口普查 吳田表犯不犯法呢? 今天踏入2020年的倒數 其實新年也是人口普查Census進入90天的倒數階段 例如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就已經在街上核查員每一個可以住人的地址是否準確 但也有幾個問題可能令市民會很疑惑 例如如果是租屋住的租客 需要怎樣參加2020年的人口普查呢? 如果不填寫人口普查表 需不需要承擔法律後果? 首先就要解釋為何要先核查地址 原因就是其實人口普查局是按照地址來進行人口普查的工作 除了獨立屋或公寓之外 人口普查局還會確認庇護中心等可以給人居住的地址 而且只會計算居住地、商業樓宇的地址不計入 一個是人口普查正式開始的第一步 真正的Census人口普查日是4月1日 但是與往年不一樣 10年前人口普查的方式是每個地址會收到人口普查的問卷 據聞需要自己填寫 但是今年3月中開始 每一個地址就會收到一封由人口普查局 Census Bureau寄出的邀請信 信中列明明明參加人口普查的方法 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今次的人口普查 大部分人都會直接在網上填寫表格 而且網上的人口普查表格會有中文版本 但是如果不方便上網的居民 也有另外兩種方式完成人口普查 邀請信上就有人口普查局的電話號碼 大家可以打電話請專門的工作人員幫助大家填寫 工作人員可以說廣東話或國語 如果有沒有上網又沒有打電話 這樣到了4月份 人口普查局看到某一個地址 人口普查問卷還未完成的話 就會寄出一份紙質問卷 紙質問卷由聯邦統一印刷 今次只會有英文和西班牙文兩個版本 但是如果是中屋住的話 怎樣才知道自己是否要填寫呢 人口普查局是按照每一個門牌號來統計人口 所以如果業主和租客住在同一個門牌號之內 就可以由雙方協定哪個填寫 不一定是要房東填寫 例如如果租客更懂得上網 這樣今次的人口普查有房黑填寫可能會更方便 問卷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會問4月1日 這個地址內住了多少人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你和住在這裡的其他人屬於什麼關係 如果是幾個人分租一間屋 這樣租客之間也可以找一個填寫人 但是要注意的一點是 不要忽略人口普查問卷 或者故意給出錯誤的信息 這些都是要負上法律責任 聯邦每10年給出大量的人力物力 來組織一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 根據人口普查法 凡是居住在美國又超過18歲 拒絕參加人口普查的話 最高可以罰款1000元 如果是故意答假的答案 來製造假的人口數據 罰款金額是5000元 但是人口普查局也是官網列明 人口普查局不是一個執法機構 不一定會採取法律行動 從1970年開始就沒有檢控過 沒有完成人口普查的人 不過一份問卷最多只需要10分鐘就可以填完 但是就關係到未來10年的所有重大建設 因此鼓勵大家填車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